接下來我們回過頭來看 我想要先看這個亮哥的評論 臣也遇寇 敗也遇寇 怎麼回事呢 這是陳時中的報應 你利用周遇寇崛起 現在也因為周遇寇來下台 我的確我剛看到了一個 最新的這個民調的部分 陳時中出來選 從一開始被說落跑 之後呢 因為出來選被挖出了很多事件 包含他之前在當衛福部長的時候 疫苗的採購案等等的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詳細來說 現在呢 趙少康也發布了最新的民調 陳時中的支持度 是否跌落神壇呢 現在跌到多少 19.72% 傳出他的競選團隊呢 開始定調三部政策 而且這三部呢 是來面對什麼呢 好像是為了 要來怕這個周遇寇 帶來的這個負面效應的外溢事件 要做一連串的止血 所以呢 來定調三部 叫做不介入 不攻擊 不操作 其實我覺得啦 看陳時中這一波競選的 這個團隊的操作 真的是覺得 這個是沒錯的選項 他說沒必要切個周遇寇 對節目言論不評論 很遺憾張淑娟受傷害 這一串話呢 聽完沒什麼感覺 覺得他好像 這個好像也沒有衝擊到他 他還是只顧選情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波從 陳時中要出來選 大家有沒有覺得 整個台北市的選戰 就變成烏黑 瘴氣 沒完沒了的仇恨值 很可怕 很多事情被 挖出來討論 有一些真相呢 不明不白 有一些政治人物 還要在硬拗 然後還要希望 大家把選票投給他 我們先來看一下 從高端的採購 我們先不要講銷毀的部分 我們就先從採購來看 採購 黑幕 不只高端 還有其他的疫苗 但光是高端 就讓大家覺得 不明不白 我們的錢 好再來呢 楊成林 海鮮說 也被拿出來炒 明明就沒有把人家的話聽完 斷章取義之後 還要拿來評論 這算不算是在網路上殺人呢 再來 之前的偷窺鐘還記得嗎 說這個公廁裡面要裝免制馬桶 再來 抹紅瓷季的部分 以及中國小姐 好 張淑璇 我們剛剛看到了 瞎爆飛文 好 回過頭來 剛剛亮哥說的 我們來看一下 周玉寇 他現在呢 算不算是 已經讓民進黨很頭痛的自走炮呢 包含了 好 一連串的爆料 製作人我們這個要先講嗎 還是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 製作人說講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周玉寇現在讓民進黨會不會頭痛呢 他讓 陳時中競選團隊會不會頭痛呢 好 說不會 絕對是假的啦 你看看我剛剛說的民調多少 已經跌破20%了 好 包含了跟柯文長調情那個等一下 但是呢 我們先來看 好 關於剛才的瞎爆飛文論 來這邊 蔣萬安 他也說到了 選舉有底線好嗎 還記得嗎 在高雄市場選舉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候 很多政治人物 包含韓國瑜有出來說 選舉有底線 不要牽扯到家人 回過頭來 蔣萬安選舉底線不應牽連無辜 對於兩人談情書愛 沒興趣 黃珊珊也說 周玉寇是脫離了人性紅線 下架助紂為虐的陳時中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民進黨內部剉不剉呢 據說民進黨開了一個高層會議 然後爆料呢 在操盤這個北市選戰的 這一位長官叫做洪耀福 據說他自己也在會議當中提到說 他的電話被打爆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 綠油油就打來問說 周玉寇怎麼這樣 周玉寇怎麼辦 但是那怎麼辦呢 好像也沒辦法 因為大家對於他 他畢竟是主持人 然後大家臉書也會發生 所以 叩叩姐他的這個評論 或許也不是民進黨高層一聲令下 他就會照著做 再來呢 傳聞之前說 陳時中的禁總傳出說 有人對他不滿 好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被叩叩姐知道之後呢 這媒體的報導啦 據說呢 反而遭到連環摳的追問 有人形容呢 這些負面效應 不利於陳時中的選戰 而且是非但等級 而且是摧毀的 非但等級的爆破力 好 等一下呢 會有更多的評論 包含亮哥說 周玉寇是最大支的1450 來 接下來我們回過頭來 那當事人怎麼看呢 畢竟要出來選的是他嘛 我們都搞混了 照理出來選的是誰 是陳時中 他陳時中 面對周玉寇這些言論 之前周玉寇這麼挺他 好 然後現在陳時中說 不要切割 但是話是這麼說 但是實際上 他怎麼做呢 我們就來聽聽 他有沒有言行一致好了 我們來聽一下 今天他最新說法 選戰還是應該回歸正軌 那我們在講這個三步 也不是什麼特別的 就是重申我們的一個 基本態度 跟選舉本身 跟政策本身 選舉無關的人 我們不要去攻擊 政策的本身 大家也不要去抹黑 無關的這些八卦 也不要去射入 那這些都是我們這些 最基本的ABC 只是在強調 我們要回歸選舉的主軸 你現在要跟范茵 還有民主 跟管理 你們都是你團隊的人 說他們都是 周玉寇事件的幫休 他這個的連結 基本上就是不當的連結 歐北勘托 我想選舉就要不要這樣 這是我們這次 也特別強調的 不當的連結 是沒有必要的 當然我想在短時間的效應是有 那不過我的選民是理事的 能夠回歸看候選人的本身 跟的政策 那自然就會翻轉 再來 那個男人回來了 真的假的 韓國瑜付出輔選嗎 距離這個九合一大選 各位今年很重要 用你的選票來救台灣好嗎 好 倒數60天時間了 好快哦 馬上我們就要來選舉投票了 好 國民黨現在啟動了 輔選列車 今天呢開始助選團成立了 成員當中呢 副團長的名單當中出現了 前高雄執長韓國瑜 但是呢 他今天本人是沒有現身 那國民黨的這個助選成員呢 團隊當中 但不止這些人啦 你共有77人哦 聲勢浩大 由朱立倫擔任團長 前主席馬英九 吳敦義 張啟成 擔任榮譽團長 然後呢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表示 這個助選團呢 是配角 主要是幫助候選人 幫助叫加分 然後呢 這些助選團隊呢 都是A卡戰將助選團隊哦 他們要走遍全台灣縣市 為候選人站台服選 那麼早在這個月初呢 其實之前已經有人透露消息了 前市委局長王淺秋呢 也是之前媒體人他預告了 韓國瑜有可能會 付出來助選 然後今天公布的名單 也證實了 那個藍人真的回來了 好來再來呢 最近小英也是被罵爆 我們先來看一下哦 陳時中擔任指揮官的時候 不是曾經說萬華市防疫破口嗎 參選之後他要道歉 但是呢這個道歉 抱歉太晚了吧 總統蔡英文呢 他現在呢在這個臉書 PO出了與陳時中的合照 看來是不離不棄啦 為了要助選 兩個人一起到萬華去拜拜 好 蔡英文呢 大讚說萬華是台灣很有地方 很有特色的地方 當外國朋友拜訪的時候呢 會帶他們來萬華走走 體驗在地風情 品嘗美食 好等等的啦 寫了一篇文章 結果呢網友來回復了 總統真的很辛苦耶 每天南來北網都在擔憂選情 希望萬華會成為時中選票的破口 這個你這個厲害哦 萬華我記得屬於英國屬地吧 當時病毒直接繞過桃園進來 萬華真的是很可惡的破口 哎呦你這個反酸很厲害哦 萬華人表示 人與人的連結發源地 選舉招式再度出爐 不說我還以為台北市長候選人是叩叩姐 這個真的 我要來這邊按一個讚 對真的 你會搞不清楚誰到底誰選啊 支持叩叩姐 直接選總統 好網友的留言 酸辣嗆爆 看得有過癮嗎 不過癮的話怎麼辦 到他臉書繼續去嗆啊 好再來呢 信義區街頭最近出現了一個看板 很大的亮點 投給陳時中就是支持周玉寇 等一下到底誰要出來選啊 好啦重點不是 好不是這個內重點這個內容啦 這是誰寫的呢 巧欣啦 許巧欣的這個競選看板 他說呢要讓這個台北市民看到周玉寇的大愛 在臉書呢他就秀出了 宗孝東路信義路 哇這個熱門黃金地點耶 他這個拍照 他說給大家拍照打卡點 歡迎市民朋友去共同喬勝 這是今天巧欣的這個看板 好當然也是反竄 反串時事啦 我們來聽一下巧欣的說法 今天呢在宗孝東路跟信義路的幾個大路口 我同時上架了 投給陳時中就是支持周玉寇 喜歡周玉寇就投給陳時中的大看板 那讓所有的市民朋友都能夠看得到 底下並且附上了四個hashtag 包括最近很流行的 欲望城市 實質緊扣 城王敗扣 玉石俱焚 那呢因為周玉寇呢 他自己在節目上說 喜歡周玉寇的就投給陳時中 以及他認為 這是幫民進黨候選人的一種加持 然後呢陳時中又表示說 這個是他們之間的大愛不會切割周玉寇 以及周玉寇對陳時中頻頻示愛 放出粉紅色的泡泡 也說陳時中在幫他 對他放電 所以呢我就想說 可以讓更多的市民朋友 了解這個溫馨的小故事 也發揮我們的大愛 讓這件事情更能夠廣為人知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